请听第三种声音 NGO观点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季慧荣 教育部为了孩子的受教权 这两周之内将宣布 高中女生可以请产假 甚至是育婴假 这个争议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那到底它宣示了什么样的价值 如果你家有女出长城 你会不会担心 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 我们今天为你要到几位来宾 来讨论这个议题 首先要介绍的是 警察大学教授叶玉兰 各位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海山高工的辅导室主任 张琪青 张主任 各位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力兴基金会社工王怡婷 大家好 好 现场我们也有一些家长来到现场 我们要介绍的是全家门 就是全国家长联盟的副理事长刘泽民 大家好 好 他也是家长 另外还有一位家长是陈继霞 大家好 我们家有个18岁的女儿 对 然后还有后面有两位是高中的同学 他们一位是杨景平 那另外一位是潘之诚 来请大家跟我们听众 这个观众朋友们挥挥手 张主任 在教育部里面到底有多少case 是被通报出来的 在根据教育部中部办公室的统计 大概我们在 大概有一百五十几位 一年 对 一年 一百五十年 那其中大概三分之二在进修学校 日监部大概三分之一 OK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数目之一年才一百多个 可是我们这边也帮你捉了一个板子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台湾这个少女生子的到底是多少 在民国九十一年达到一万多 可是你看 然后到去年还是有四千三百多 所以教育部通报的是一百五十多位 可是我们看这个是护证师的一个资料 是有四千三百多位 所以叶教授 为什么会落差这么大 其实刚刚张主任也做个说明 这一百多位里面其实绝大多数 是进修学校 那进修学校的意思就是大部分是成年的 所有的学校的校长 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国立高中的校长 高中职的校长 他们大概每三年 就要 就要 还要再review一次 能不能再续任 所以每一位校长都希望说 也像警察一样拼击效 那警察是破越多的案越好 他们这个就是越少案件发生越好 最少 所以这个跟教育部通报的案件越少 表示我制校有防 所以不愿意去通报 很多的学校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张主任我还想请教 如果学校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数目指出不来 那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 是不是有很多的个案就被掩盖了 那你有没有处理过这样的case OK 那通常刚才叶教授也提到说 为什么学校在这方面不愿意去通报 当然有他的一个理想跟现实面 包括法律面 那为什么会理想跟法律面 会到现实面来操作 那我想这个最主要原因是说 各个学校的那个首长们 他没有充分的认知 认为这个我们在执行教育里面 是不是要充分的讯息来告诉 所有受教育的人 包括我们社会大众 所以基于这样的理念上 我想为什么会有黑素的产生 最主要是首长对于性别平等的概念上 是不是充分的认知 有很多的家长很担心 说这个高中女生可以勤产假 这是不是教育部变相的鼓励孩子去怀孕 那如果真的勤产假 挺着大肚子上学 是不是也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我们在这边有家长 我们就要问一下 是不是真的你们会担心 来刘副理事长 其实家长的意见是很两极化 就我个人来讲 我是赞成这个教育部应该有 产假这样的东西 事实上也基于这种 所谓两性的这种平等的观点 二来就是说如果今天 身为一个家长或一个家庭 没办法接纳一样这样一个小孩的时候 你往外推 事实上无形中也是增加了所谓社会的这种资源的投入 那我想天下父母心 既然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家长 我们爱疼喜我们的下一代 我想在一个无知的这种少女少男 在很这种所谓措措不及之下产生这样的问题 其实你说要完成去怪罪于他 其实请何以堪 假如他经由这种心理的正常的这种 智商的管道下 要去拿到这个小孩 当然我们也不能做表示反对 如果今天这两个小的家庭 希望这个生命是延续下去的话 你也觉得应该尊重 对 我想不管是家庭 或是社会或是学校 都应该有适当的管道来接纳这样的 所以你不担心教育部请产假是在鼓励学生吗 我不担心 因为是面对现实 那这位我们他也有一个舞女初长成 您赞成吗 我觉得我没有 我不赞成但我也不反对 基本上我觉得意义不太大 因为我不晓得这个目的是为什么 因为让他请产假 然后产假以后 他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觉得如果没有很好的配套措施 我觉得其实它是没有意义 那你认为这个配套措施 还可以怎么样更周延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是 在学校里面大家的观念 包括学校的老师 学校的高层 还有整个学生同学 我曾经有接到一个电话 是辅导老师打给我 他非常紧张 他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少女怀孕了 问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问他担心的是什么 他说他其实最担心的是家长 其他家长的反应 还有担心学校的压力 让这个孩子不能留在学校 但是我说那当事人跟他的反应 当事人家长的反应呢 他说他们其实还蛮镇定的 是 所以你看到的是 有家长会担心 那你认为说 教育部可以清产假 你是赞成的对不对 对我赞成 那这种担心 你会觉得是多余的吗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理想跟现实的那个落差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所以我觉得社工界跟教育界 怎么一起来帮忙 整个学校的环境 是友善的 是非常重要 事实上我们教育体系 本来就可以请病假 但是请病假 并不等于鼓励要生病 所以同样的请产假 也并不是要鼓励孩子去怀孕 但是叶教授 我就要问了 就是说学校里面 他的困境 因为学校真的是资源不足 他学校这个还要学习过程 那现在的宣布 是会造成学校的困扰 其实教育部在 我们性别平等教育法 是民国93年通过的 那我们在民国94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 叫做学生怀孕事件 辅导跟照顾 处理药点 辅导与处理药点 在那里面 其实就已经有这种 刚刚所谓的配套 配套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来 我们在做 我们在做这个性评的 去访试的时候 也会去检查学校里面 你这边准备好了没有 比如说我们要讲说 对于学生 你要给他多元事性 你现在不是只是鼓励学生说 我们要照顾你了 但是他们来了之后 现在如果说学校没有去修改学则 那你的产假 你如果说是怀孕的时候 就用病假来处理的话 就会被迫去休学 那通常在我们所了解的 我所问过的 这个辅导老师里面 只要学生因为怀孕而被迫休学了 很少再回来 是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些孩子 一旦怀孕之后 他被迫休学以后 可能就落入贫穷线 那这个可能造成社会更大的成本 我们现在现场还有两位高中生 你们有没有听过同学有人怀孕 有没有听说过 是没有听过 好 没有听说过 可是你赞成同学挺着大肚子 然后可以请惨假吗 我是觉得不太赞成 因为如果大家同学看到他这样的话 就变成会影响 造成他的压力 而且还会影响他们上课学习的态度 OK 那你呢 一半一半 可能如果那个人愿意负责的话 我觉得应该鼓励他 就是努力 就是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发现就是说 政府也开始慢慢释放出这些资源 但是我们都期待说 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 但是呢 如果说家长 真的你的孩子发生事情 我们都很希望大家能够在 生气之后呢 冷静面对这个问题 帮助孩子走过这样的难关 同时我们也相信 其实天下所有的baby 他们都是无罪的 他们都应该是被祝福的 那我们台湾 现在已经有进步到可以请惨假 可是背后还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需要去做 那我们也期待教育部加油 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教育体系加油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预防胜余治疗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六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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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